在中国大陆这一波的保调热查当中 有一个人当然我们忘不了他 那就是最富争议性的大陆的慈善家陈光彪 他去年还曾经到我们这里来 大撒所谓的慈善前 当时也是备受两极化的批判 这次的保调行动 其实他很早就嗅到了这里面问题的严重性 因此8月底他立刻主动率先 在美国纽约时报大灯骂日本的广告 所以我还说要到日本国内野灯广告 就要在日本人的鼻子底下 直接来骂这些日本人 后来在日本的广告没有刊登出来 他说是因为日本人提的条件太多 但整个这次的发布广告行动 已经为他博得了一次爱国之名 随后陈光彪说 他要推动绿色企业来净化地球 准备提出第一波产品 而这第一波产品刚好碰到了这次的保调行动 于是他说这产品的第一笔收入 全数要投入到保调的活动经费当中 大家为了爱国当然要去买他的产品 这产品的是什么呢 原来是一贯四块或五块人民币的空气 里面全是空气 而是各地产生而来的 号称温乐之后可以每天提神洗脑 而且是说是有富有晶片的设计 当然大家一个人骂说 他是借爱国之名 根本在卖他的商品 但陈光彪的行动还不至于此 也因为在这次的保调行动当中有不少的日本车子被砸了 说的中国首席骗子呢 其实陈光彪也为自己做了辩护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在这次整个的怒潮当中 他做了什么 以及他为他自己辩护了什么 8月31号 美国纽约时报出现了半版中英文广告 声明钓鱼台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刊登的人就是他 中国首善陈光彪 看看图文并茂的钓鱼台广告上 陈光彪自己的大头照和骑车照 倒是比钓鱼台主题还要更醒目 这难道不是作秀吗 陈光彪捍卫钓鱼台登报 再度成了媒体焦点 大陆民众一片叫好 甚至还给他多了个爱国商人封号 上片各大电视节目 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幅广告 这就是陈先生花了三万美元 在8月31号纽约时报登了半个版的广告 他说我要郑重向美国政府 美国人民声明钓鱼岛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的领土 我当时写的珍珠港是日本的领土 美国人民有什么感受 当时美国这个 这家报纸就把我这个改成夏威夷了 登了报纸上了节目 陈光彪俨然成了中国保调反日的民族英雄 善于炒作话题的他又想出了个新花招 要卖新鲜空气 把它打开 深深的十三口 那保持人类一天心情疏伤 头脑心形 用一开罐装着新鲜空气 名为陈光彪好人的空气罐 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商品 竟然跟保调也能扯的上边 陈光彪说要将贩卖所得 捐助中国保卫钓鱼台 这又让他逮到了机会上电视行销 它外面就是铝皮和铁皮 可以回炉再利用吧 所以买一罐回家使用五到七年 一罐人民币五块钱的陈光彪好人新鲜空气 分别采集自井冈山延安少数民族地区 当中也包括了台湾 好人空气罐还有不同颜色的包装 9月19号用大货车载着到北京市郊开买 陈光彪还在自个儿的微博上 贴上了新鲜空气的采集过程 看当地民众哼哼唱唱的拿个罐子跳舞 就能把好空气收进罐子里 借由保钓议题替空气罐做了免费广告 几乎在同一时间 陈光彪在微博上贴出彪哥通知 又是和钓鱼台事件有关 微博写道 对于这一次非理性爱国活动中 没向全国被砸坏的汽车 只要车主是彪哥的七大微博粉丝 凭当地公安机关有效证明 彪哥将为其五吊先办理一则换新 数量不限 截至日期是 从发布当天至9月30日 是同名牌的车 被砸的车辆能以旧换新 这位中国首善总能紧跟实事 创造话题 中日关系紧张之际 陈光彪接二连三 在钓鱼台议题上 为自己找机会曝光 强烈的存在感 绝对不输给反日抗议行动